想要學好占星塔羅呢 一定要請到大師級的人物出馬 所以我們今天有榮幸請到了大師級的人物 我們的泰瑞莎老師 老師好 當占星老師或者是塔羅牌老師的話 您會幫自己也算一下嗎 在初步練習階段 基本上是一定要幫自己算 沒有人會來跟你算 所以妳必須要自己幫自己算 要一直算 一開始都沒學生啊 也沒有客戶當然 老師也經歷用這樣子 對 一定要經歷啊 因為這是自由工作者 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階段 看自己盲點比較多 看別人比較清楚嘛 所以每一次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幫自己抽牌 然後在幫自己解讀的時候 這樣子 事實上它其實都有很多的涵義 自己要懂得怎麼去看透自己 作為一個星座專家 他有沒有一些特質 我覺得第一個 觀察力真的要很強 再來就是因為我們會遇到 真的各式各樣的人 所以那個應對進退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這塊料不用說這麼多 Just do it 做做看就知道啦 要成為老師的第一步 當然是認識卡牌 奧修產塔羅共有79張牌 再經過無數次的練習 我究竟能叫得出幾張卡牌的名字呢 好 來看第一張 突破 耐心 嗯 你怎麼知道是耐心 它是一個懷胎 呃九月 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一個媽媽 所以這樣非常的簡單 空 哈哈哈 呀 所以這樣可能性 是 因為其實我都看到它的英文了 哈哈哈 我沒辦法吃起來 老師我這樣子有幾個 欸不錯耶 我覺得你的圖像啊 跟記憶的連結很像 我們塔羅有一些基本功 連洗牌都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洗牌第一要件就是 你不能去凹到它 可能穿到一張牌 剛好有個凹痕 我就知道它是哪一張牌了 所以千萬不要凹 很重要 斜斜的 沒關係 我只長了一半 可是我比剛剛進步吧 沒關係 大家留下來練習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剛剛已經默念一次問題 想說問自己的那個財運之類的吧 嗯 抽一張牌拿出來 但是先不要掀開 呵呵呵呵 憑感覺抽一張牌拿出來 好 那它其實是在提醒你說 是 你是不是連目標都還沒有定清楚 好像是耶 詹卜老師 詹欣老師 是不是縮紋解字的功力 要很厲害 要很強 在幫你解牌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 這個是去 直覺跟敏銳度 在跟我預約的時候 我聽他的聲音的時候 我都已經在觀察了 那剛剛老師講完之後啊 現在要由我來幫我們的攝影師抽一張牌 攝影師呢 他剛剛是講說 他想要問工作 那我就來看看 他這個上面啊 是一個 一個佛陀 Whaaaat 他後面有一個人影 我覺得他現在工作 他是一個很混沌的一個狀態 因為他現在有一點不太適應 然後他還在摸索 他在這個工作裡面的定位 一想不到都不錯 怎麼說 對 因為通常啊 我覺得你就是 可能沒有去 學過圖像知識 很好嘛對不對 所以你只是用一個 就是圖像來解的東西 有時候反而會解的 就是 更準 對 有時候會更準 好好好 照我這樣的進度 這一輩子 可能都無法順利出師 不只是研究星象塔羅本身 他約莎告訴我 他還會廣泛涉 不同的知識和工作接軌 除了看盤 這人紅邀約當然沒斷過 直播訪問都會占掉 泰瑞莎不少時間 另外就在我們訪問之後 老師還得幫學生上課 每天可以說是忙到炸 看來擔任專職的 占星塔羅老師 真的很不容易